出生在五座世家 天生六指 传承了世代五座技能 成为一位现代的刑警法医 欢迎收听六指法医 敬请订阅 点赞 分享 第87集 她是被饿死的 那这两个女人呢 我拿出了经过处理的两名女死者的照片 递到魏金山面前 魏金山看了一眼 立刻恐惧地闭上眼睛 极力辩驳道 他们不是我杀的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狡辩 马如龙一拍桌子 呵斥道 魏金山 顽抗到底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没有顽抗 我也没有狡辩 我说的都是真的 魏金山大喊道 我仔细观察魏金山的面部表情 魏金山神情慌乱 不像是在撒谎 审讯进行的过程中 市局又传来了另外两件案子的现场指纹对照结果 与魏金山的指纹并不相同 这也就说明了 魏金山只是第一件案子的凶手 夏秋和那个只有脑袋的女死者 并不是他杀的 我没想到其中会有这么大的偏差 本以为魏金山才是连环杀手 但现在看来分明只是巧合 侦破到了这里 再次陷入到了僵局 魏金山被收押之后 我和马如龙去医院探望夏秋的父母 详细了解有关夏秋以及夏家的社会关系 夏秋的父母说他们没有仇人 夏家亲戚朋友也能作证 他们家从未与人结怨 更没有得罪过人 虽然众人都说夏家不会与人结仇 但是仇杀的这条线索 却不能完全地排除 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 许多人认为 那些穷凶极恶的凶手在杀人之前 一定做过非常细致的考虑 但在我们这些专业人眼中 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 在许多的凶杀案里 凶手往往是临时起义 又或者是激动兴凶 总之杀人的理由千千万万 很多时候 一个念头 就会让一个人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想夏家可能是得罪过人 但他们自己却并不知道 林哥 咱们还要继续查下去吗 走出医院 马如龙看了一眼天空 表情复杂地问我 慢慢查吧 我无奈地说道 现在我们只知道 凶手是个残忍的连环杀手 至于其他的 我们了解的并不多 这种情况下 千万不能着急 要以平和的心态慢慢调查 我坚信 世间没有完美的凶杀案 凶手一定会露出马脚的 林哥 你说的道理我都懂 可是 马如龙将我拉到一处无人的地方 低声说道 潜入警局那个无头男人 会不会和凶手有关系 说这句话的同时 马如龙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四周 随后跟我说了一段 本不该他说的话 马如龙认为 这件案子太诡异了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侦破的 一个无头的男人 并且还有得像动物一样的脚 事情正朝着诡异的方向发展 建议呢 我找能人艺人过来帮忙 我没好气地给了他一巴掌 说道 马如龙啊 你是警察 更是一个念过警校的高学历警员 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 没鬼也没神 一切都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 林哥 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 大道理我都懂 现在这个问题摆在咱们面前 咱们如果不解决 事情早有一天会传出去的 马如龙一反对我的言听计从 坚持要去找那些能人意识 他嘴里的能人意识呢 无非就是道士和和尚 等马如龙说完自己的看法 我斟酌着话语说道 我理解你的心情 其实吧 我也害怕 我可以同意你的想法 去城里请和尚道士过来 可如果他们过来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你还能怎么办啊 这 马如龙一时愚钝 沉默了几秒钟说道 那也比什么都不做强 起码我们知道和尚道士对无同人没用 还能再想别的办法 这样 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如果在一个星期内我解不开这个谜团 你怎么做我都不会拦着你 我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 让马如龙呢再等一个星期 在这一周之内 我会用尽所有的办法 侦破这件诡异的案件 这不仅是对马如龙 也是对含冤而死的两名死者的交代 好吧 那我就再等你几天 马如龙最终还是妥协了 愿意按照我的安排再等一周 回到警局后 我调集了所有的资料 继续查找那些失踪人口 冥冥当中我有一个预感 那名凶手在暗中盯着我 或许说 凶手就隐藏在我身旁 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 假设那个无头男人不是鬼 而是凶手假扮的 他进到警局的目的 除了偷看警方的侦破进度 更明显的一个目的 是向警方进行挑衅 他相信警方抓不到他 所以呢 才敢光明正大地溜进警局 以这种方式向警方下站书 林哥 你别把自己绷得太紧了 先去外面休息一下 剩下的资料 我帮你查 凡民走过来递给我一杯开水 表情担忧地看着我 这两天呢 我几乎是不眠不休地查阅资料 受限于当地警局的资源 以及技术条件 在这些耗如烟海的资料中 我所能获得的线索有限 这些失踪女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样 社会关系也不一样 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年轻 除了这些 我再也没有找到 其他相关的线索 小凡啊 接下来就麻烦你了 我没有拒绝反民的好意 看得出来 这段时间反民和马入龙 都非常担心我 这份关心我深深地放在心里 等到回程后 一定会报答他们的 端着水杯 我走到走廊伸了一下懒腰 长时间坐在椅子上 让我本来坚实的肌肉 开始变得酸痒难耐了 这要是在二队啊 说不定案子早就破了 我拿着纸杯喝光里面的水 丢进旁边的垃圾桶 走到警局门口晒太阳 此刻我不禁有些怀念 在二队的日子了 二队作为下江市最顶尖的警队 技术和人员全是第一 这样的案子落在二队手里 就算不能马上抓到凶手 也肯定能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东山镇这种乡镇警局 想要破案 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 一点一点的找 任何借助高科技的侦破手段 几乎都需要送到县里 如果陷阱局解决不了 再由他们送到市里 一来一回极大的耽误了阵破时间 这帮人真是有病啊 就在我大发感慨时 两名警员从警局里出来 看着他们全副武装 我猜想这两人是要出现场 下意识地问他 小朱 你们干嘛去啊 被我称呼为小朱的警员 是刚刚被分到东山镇的警校毕业生 名字叫朱洪武 朱洪武美好气地说道 那些个网红为了出名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我真怀疑他们有没有脑袋 脑袋 听到这个词我浑身猛地一颤 急忙说道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出人命案了 朱洪武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 一旁的警员连忙解释道 林哥 你别神经过敏 没出人命案 我没有处理一起 治安案件 吓死我了 我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这两天为了查案 我都有点磨正了 只要听到跟脑袋 头颅有关的字 我都会下意识紧张 如今听到只是一种 普通的治安案件 我才松了口气 然后随口问道 什么治安案件 让你俩这么生气啊 别提了小马 你跟林哥说 我去开车 朱洪武走后 小马哭笑不得地说道 刚才有网友 给我们打电话报警 说是咱们镇上 有一个网红 为了博眼球 在他的直播间里 直播虐待动物 虐待动物 我愣了一下 随后露出和小马 一样的哭笑 之前我在二队的时候 二队也接触过 不少的网红案件 那些网红为了播出名 可以做各种出格的事情 许多事情 已经触犯到法律了 就好比在三个月前 陈可欣处理过一个案子 案件的嫌疑人 是一名以恶搞出名的网红 此人天天拿着直播设备 在下江市的旅游景区游荡 只要看到年轻漂亮的女性 她就会从身上拿出准备好的遥控老鼠 借此吓唬对方 当受害人受到惊吓 惶恐不安时 嫌疑人就会将直播设备 瞄准备惊吓的受害者 借此赢得网友们的打赏 在一次拍摄过程中 受害人惊吓过度了 不小心掉进河里差点被淹死 事情就一下子从治安案件 变成了刑事案件 这名网红主播呢 最后落了个入狱三年的下场 这时 发动汽车的朱红武暗响喇叭 适宜搭档小马上车 我冲两个人摆摆手 掏出一根香烟点燃了 感慨这个社会的复杂 每一样新鲜事物出现 都会带动一大批的人消防 就像网络直播一样 不光催生了直播经济 同时也制造出了 许许多多的案件 这些案件中呢 绝大多数都是治安案件 但也有少数像我刚才所说的 由治安案件变为了刑事案件 在外面休息了大约半个小时 我感觉心情放松了不少 伸了两个懒腰 准备回去接替反敏 进到办公室 反敏已经将整理好的资料 放在旁边了 我看着这些资料不时点头 反敏整理的资料比我要详细 不仅记录了失踪人员的名字 家庭背景 甚至连小学中学 有没有和人结过月都清楚地写在了纸上 通过反敏的记录 我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失踪人员的情况 突然 走廊响起一阵密集的脚步声 我把门打开一看 只见马如龙跟着几名警员 穿着警用套件正风风火火地冲向警局大门 我探出头说道 如龙啊 出什么事了 林哥 你来得正好 快跟我们走 马如龙停下脚步 回来将我拉出来 随后呢 我不明所以地 被马如龙拉上一辆警用面包车 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员 再加上我 乘车来到距离警局不远的一处居民楼里 镇上的居民小区和城里不一样 都是单独散落在镇上各处的 站在楼门前 马如龙抬头看了一眼楼上 对旁边的警员说道 是五楼吧 没错 小马刚才打电话 就在五楼 警员点点头 随即撞开了防盗门 楼上到底出什么事了 直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马如龙为什么叫我过来 看他们几个人着急的样子 楼上肯定是出了大事 林哥 具体情况我也解释不清楚 你上去就知道了 说着 马如龙跟着几名警员一窝蜂冲进楼道 我走在最后面 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走 难道是要去抓什么重要的嫌疑人吗 可是也不对啊 刚才那名警员说 小马给他们打了电话 小马不是去处理虐待动物的治安案件吗 怎么会牵扯到嫌疑人呢 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 我很快来到了四楼 正要往上走了 突然听到上方 传来了激烈的狗叫声 狗叫声异常刺耳 似乎是被激怒了 疼死我了 伴随着狗的叫声 我隐约听到了人的声音惨叫 当即我快走两步来到五楼 定睛一瞧 我顿时吓了一跳 五楼楼梯口左边的房子 大门敞开 几名警员分散客厅 被他们围在中间的 是一条双眼血红张着血盆大口的金毛 金毛在犬类中属于温顺的犬中了 很少会对人类露出獠牙 更不会疯了一样的大吵大叫 可是如今 这只狗还真的就像疯了一样 对着几名警员大声地嘶吼 并且做出攻击动作 几人拿出警棍小心翼翼的防备 显然 他们也被金毛猙獰的样子给吓到了 林哥 你先在外面等着 等我们制服他 你再进来 马如龙挥舞警棍 阻拦着金毛的逃窜 我站在门口朝里边看了几眼 发现一个年轻人倒在地上 用一只手捂着另外一只手 手掌上满是鲜血 刚刚出现场的朱鸿武坐在地上 胳膊流出鲜血 应该是被这只狗给咬的 难怪小马要打电话请求支援 一只发狂的大型犬 可不是一两名警员能够对付的 不好 我大喊道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这狗有问题 文言马如龙急忙回头说道 林哥 这条狗有什么问题 第八十八集 我抬手指着金毛的眼睛说道 这只狗眼睛蚀红 它可能吃过人肉 什么 此话一出 几人同时愣住了 金毛一跃而起 目标竟然是我 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倒霉 成为了这只发狂狗的目标 千钧一发之际 马如龙丢出手中的几棍 正好砸在金毛后背 金毛落在地上 嘴里发出呜呜的惨叫 但是惨叫声并没有持续多久 金毛张开血盆大口 瞄准马如龙的脚咬去 就这样 一幕奇怪的场景上演在我面前 连带马如龙在内 屋中一共有五名警员 但是面对这只发狂的恶犬 竟然被追得满屋子乱跑 大家没带武器 唯一能够使用的只有手里的警棍 以这只金毛的凶悍 除非乱滚齐下 否则一对一地跟得平 受伤的肯定是自己 眼见大家被金毛追得无路可走了 我焦急地想办法 看到被马如龙丢过来的警棍 我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我拿起警棍 用力地敲着方案 金毛听到声音停止了追咬 两双血红的眼睛 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嘴尿流下带血的口水 我拿着警棍不断地向金毛挑衅 金毛或许是受到了我的刺激 爪子在地上来回抓了 紧接着 金毛一跃向我冲来 见到金毛过来 我把警棍丢下 用力关上防盗门 只听得咣当一声 里面传来一声闻响 我隔着门大喊道 那只狗晕没晕呢 晕了 那只狗晕过去了 听到里面马如龙的声音 我继续说道 把这只狗绑上 不然醒了还得发狂 很快 房门被马如龙打开了 几名警员在屋中找不到绳子 便解开了自己的鞋带 用鞋带将金毛的死织绑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来不及擦头上的汗水 盯着地上的年轻人以及朱鸿武问道 朱鸿武狠狠地看了一眼年轻人 抱着肩膀站起来说道 这臭小子弯火 虐狗的时候被狗咬断了手指 这是我才看到 年轻人左手缺了一根拇指 怪不得他会这么痛苦 朱鸿武告诉我 他本打算将虐待的动物和年轻人 带回警局 谁知那只狗突然发狂 一口咬掉了年轻人的手指 并且冲朱鸿武攻击 猝不及防下 朱鸿武被狗咬中肩膀 疼得他瞬间丧失了战斗能力 另外一名警员小马退出房间 打电话寻求支援 同时 我也明白马如龙叫我过来的意思 年轻人手指被狗吞进肚子里 需要马上划开狗的肚子 将手指取出来 否则时间一久 狗的胃部年夜会腐蚀手指 最后就算拿出来也无法封合 去厨房找一把菜刀 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我立刻让众人去厨房 找菜刀这类锋利的刀具 紧接着 我为年轻人做了伤口包扎 朱鸿武说的一点没错 这个年轻人就是玩火 如果不是他虐待动物 也不会被狗咬掉手指 数落年轻人的同时 我心中又出现了疑问 刚才我对众人讲 这只狗眼睛通红是吃过人的征兆 但现在不是古代 哪有野狗吃人的事啊 况且 金毛这类犬类呢 大多数都是家养犬 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 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更别谈去吃人肉了 十几秒后 马如龙找过一把水果刀 我顾不得再胡思乱想 立刻划开黄毛肚子 在他的内脏中 翻找年轻人的手指 找到了 很快 我的手触碰到一截 像是手指的东西 不过当我拿出来的时候呢 整个屋子的人全都傻了眼 我从狗肚子里拿出来的 并不是大拇指 而是人的小拇指 马如龙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其他几人呢 也向我偷来了费解的目光 我没有说话 将小拇指轻轻地放在地上 继续在筋毛的肚子里翻找 不多时 我又拿出一根手指 这根手指 才是年轻人被狗咬掉的大拇指 事情麻烦了 马上封锁现场 我起身将两根手指 放在手里说道 狗的胃里出现两根手指 说明有人类的肢体被他吃了 刚才我说狗眼睛血红 现在看来 他的确是试过人 我先说了一遍事情的严重性 留下两名警员看守现场 马如龙 朱鸿武 以及受害人跟我上车 去镇上卫生院进行包扎 没过多久 范正义出现在卫生院的包扎室外 他将我从屋里叫出来 表情严肃地说道 小林 你们刚才出现场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你说会不会是那个年轻人 杀了人之后 让狗把尸体吃掉 毁尸灭迹 应该不是 刚才我问过他 这只黄毛是他在垃圾堆里捡到的 不是他假养的 我将对年轻人的询问结果 全部告诉范正义 提到金毛是一只流浪狗 这种流浪狗对人类有着非常大的借信 如果年轻人在杀人之后 让流浪狗吃掉死者的尸体 流浪狗不会按照年轻人要求去做 因为狗不同于狼 不会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范正义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依你的观察 这根手指被流浪狗吃进肚子里的时间 大约是多久 我抬起三根手指说道 最长不超过三个小时 狗的胃部和人的胃部一样 有着完整的消化系统 如果超过三个小时 手指上的皮肉 会被胃部消化系统腐蚀分离 我从黄毛肚子里找出的小拇指肌肉组织完好 没有被腐蚀的迹象 说明被狗蹲下去的时间并不长 麻烦 真是麻烦 范正义掏出香烟 但随后又放进了兜里 显然的想起来了 医院是不让抽烟的 大致了解完情况后 范正义让我赶回警局 对黄毛的尸体进行检查 获取更进一步的消息 出现了手指就说明出现了案件 不管有没有人报案 都要把事情搞清楚 范决 那个人虽然言之凿凿 但未必没有嫌疑 一会儿等他把手指缝合完 你让人带他回警局 我还有些话要继续问他 你放心 你就算不说 他的嫌疑一时搬回也解除不了 范正义让我坐了他的车回去 他留在医院 一会儿去看看受伤的猪红武 回到警局后 我马上赶往解剖间 在凡敏错愕的目光中 我开始对狗的尸体进行检查 通过检查狗牙以及喉咙 我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只狗的牙齿非常锋利 明显脱离了一般宠物狗的范畴了 由此可以证明 这只黄毛流浪了很多年 牙齿和爪子已经有了野兽的形态 我还在这只狗的牙齿里边 嗅到了人类血浆的味道 说明这只狗在咬伤猪红武和年轻人之前 还曾经咬伤过人 又或者是咀嚼过人体器官 这个念头一出来 我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如果黄毛咀嚼过人体器官 那就说明在我们这个镇上 有没被警方发现的凶案 范面 在我回来之前 这条狗的尸体谁也不许动 我给梵敏下了命令 让梵敏看着解剖间的这具狗尸体 随后我走出办公室 去隔壁的值班室 将何贤进叫出来 由于马如龙和几名精干警员 都在医院打破伤风针 我只能带着何贤进出去调查 按照年轻人所说的垃圾堆位置 我和何贤进找到了这里 试图通过翻找这里的垃圾 寻找有可能残留的人类肢体 垃圾堆位于东山镇郊区 对面有几间商店 我和何贤进先在垃圾堆里翻找了一通 并没有找到有人类肢体存在的痕迹 我们两个并没有就此离开 而是去了对面的一家商店 想要问问这里的工作人员 这只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有没有人认识这只狗的主人呢 商店老板以及工作人员 还有附近的商家 都没有看过这只流浪狗 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不应该啊 听完众人的回答 我不禁陷入到沉思当中 这里距离垃圾堆 直线距离只有20米 每天人来人往的 怎么可能会看不到那只狗呢 如果它们没看到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那只狗刻意躲着人类 可如果是这样 年轻人又是怎么找到它的呢 就在这时 几只黑白相见的流浪狗 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 它们跟疯了一样 冲进垃圾堆里又抓又闹 在抓闹的过程中 两只流浪狗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咬了起来 我正要过去仔细观察 这些流浪狗一窝蜂 朝着前面的土路跑去 转眼就消失在前方的小树林里 前进 打电话给局里 叫增援过来 我下意识地感觉到 这些流浪狗有问题 因为我在它们眼睛里 看到了和黄毛相同的血色目光 说明这些流浪狗 也曾经啃食过人的肢体 吃过人肉 或是喝过人血的狗 眼睛都会变得蓄红 这样的狗已经不能称之为狗了 称它们为野兽更加的准确 凭借我和何前进两人 贸然进入前面的小树林寻找 下场只怕会比猪红武还要惨 为了以防万一 我必须等待支援到来 才能进行搜查 何前进打完电话后 我又想起了一个事情 让它呢 再打回去 交代警员最好带着麻醉枪过来 十几分钟后 两辆警车停在我面前 三名警员带着七名协警一同出来 我们组成两队 从左右两边向小树林靠近 寻找那些流浪狗 发现以后 用麻醉枪将它们麻云带回警局 检查这些狗的肚子里 有没有人类残肢 由于怕惊动了那些狗 我们的行进速度并不快 花了足足十几分钟 才走到小树林边缘 紧接着 我冲着带队的警员使了个眼色 对方心领神会 立刻朝左边进入 我则是领着另外几名协警 从右边进入小树林 形成两面包抄的态势之时 小树林里的野狗想逃都逃不掉 左边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叫 我拔腿便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跑了没一会儿 一片空地出现在我眼前 空地上 几只野狗聚成一团 而在它们中间 赫然是血肉模糊的残肢断壁 面对着这样的惨状 别说是这些年轻的警员和邪警员 即便是我 都有一种恶心想吐的感觉 开火 愣了一会儿之后 我果断下令警员们 用麻醉枪攻击这些野狗 谁知这些野狗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 麻醉枪刚被举起来的时候 它们便一哄而散了 几只麻醉针先后落空 并没有击中任何一只野狗 好在这些野狗也没有对我们发动攻击 只是在远处冲我们呲牙咧嘴 随即各自散去 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不确定这些野狗会不会蓄而复返 让大家各自守在原来的位置 戒备四周的情况 至于检查残肢断壁的事情 那当然是我来做了 我小心翼翼地朝着前方血肉模糊的空地走去 心里面七上八下的 人死以后 身体会滋生大量的细菌 这些野狗对尸体进行撕咬 嘴上和牙齿上 就会沾染到这种细菌 如果被这种狗咬伤了 不仅仅是狂犬症这么简单 极有可能会沾染细菌 导致身上出现多种并发症 我哆哆嗦嗦地靠近那具尸体 并没有忙于检查 而是观察着周围环境 主要还是担心野狗去而复返 过了半个小时 周围没什么动静 我这才大着胆子去检查 一看之下不要紧 尸体被野狗咬得血肉模糊的 根本看不出哪里是致命伤 哪里是野狗咬的伤口 至于死者该有的尸斑 我更是看不到这些了 尸斑已经被鲜血覆盖了 围巾之际 只能将尸体带回警局 通过解剖间的各种设备 细细地检查 当了这么久的法医 我可以自信地说 什么样的案子 什么样的死者我都见过 唯独没有碰到过 眼前的这种案子 尸体被野狗撕咬 现场乱得一塌糊涂 所有的线索全都没有 案子难度呢 甚至比剧组谋杀案还要大 起码在剧组谋杀案中 死者钱小梅尸体完整 通过设备和我的经验 就算再费力气 也能查出他的致命伤 可是这具尸体却不一样 该有的东西都没有 即便是我们武座的老祖宗 宋慈复生 面对这种案情 估计也要挠头 尸体残破不全 献上痕迹破坏得一塌糊涂 别说是检查死因了 想要找到死者的身份 恐怕都是一件 大海捞针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